这个俄乌战争啊 俄罗斯越打越旺 越打越富 所以呢内部也要算一下总账 那俄罗斯的下一院议长 就是俄罗斯第三号人物 最近讲了一句话哦 请各位部长不要忘记了 距离任命新部长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被认为俄罗斯政坛 接下来兴风邪雨 3月17号 我特别讲这个图160M M代表改良型的 然后原来叫图160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 大概观众比较能够听过 常听到的话 叫做白天鹅 就是那架飞机叫白天鹅 那其实这架飞机 是在苏联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生产了 但是因为苏联解体以后 它没有能力再继续生产 它就停下来了 只留下几架在那边 大概只剩下两架 那这四架里面 有两架是旧的 他把它改良 那有两架是新建的这个飞机 那我特别要讲 俄罗斯它跟美国 他们这种战略观念想法 建军思想是不一样的 美国用的是什么 是隐形战机 就是我不要被你击灭 我想办法穿透 到你的防空网里面 我到里面去丢炸弹 然后把你轰炸掉 那俄罗斯他们的观念 一直是很粗暴的 就是很直接很粗暴 我就用一个大飞机 我飞得很快 然后带很多炸弹 我也不管你会不会拦截到我 会不会发现我 我就冲进去把炸弹一丢 对不对 我就回来了 这是这种观念 那图160有多强 它速度有多快 它是F-35追不上的 F-35追不到它 F-35都追不上 对 超音速的 它是超音速又大 又快又超音速 但是你不要以为 F-35很厉害 F-35虽然说隐形战机 隐形战机都飞不快 包括美国现在的 它的M2 M1 不不不 B2那种隐身式战斗机 它也飞不快 因为你要隐身效果来讲的话 那飞行的布局 你可能飞的速度 就没有这种飞机快 它那种翅膀 你看它这个飞机翅膀 它是可以收回来的 可以张开来的 张开来它飞的速度可以很慢 那我要加速的时候 它上次是F-35去追它嘛 追它把翅膀一收回来 加速器一开 就把F-35 那个F-35连尾灯都看不到 就跑掉了 但是我特别要讲说 我们当然是大陆来讲 他们是很羡慕这个飞机了 李将军我提醒一下 你麦克风好像掉了 对 但是我特别说 这种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它优点就是飞得快 对不对 超音速 第二个它吸弹量大 它可以带到六枚的核子弹 对不对 但是大陆来讲 现在的轰二十来讲的话 比之间各可以增长短 因为轰二十它就隐身式的战斗机 那这种战机在未来的空战之中 存活率有多高 其实我们必须要打上一个问号 为什么要打上一个问号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防空武器越来越厉害了 包括防空的导弹 我们看到在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出来 中程中断的防空导弹 它连飞弹的时候可以打得到 那你飞再高飞再快 它一样可以追得到 你飞机飞得再快 你还是没有飞弹快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因为 为什么它要放在黑龙江 因为它如果放在俄罗斯的西边 靠欧洲那边来讲的话 它就很容易被攻击到 那我们昨天也讨论过 它已经有两架的A-50被干掉了 那另外也有前一阵子 有一枚的这种海马斯的飞弹 把它的一些的这种 的空炸的状况 把它底下一些训练的士兵炸掉 那它有两艘的好几艘的那种大型的军舰 被乌克兰的这个乌人艇 也集成在海底下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发展 很多种飞机来讲的话 当然据威吓 吓阻在欧洲国家是非常管用的 因为欧洲国家离它很近 它一冲进去速度这么快 你拦截不到它 它飞弹一丢 这核子弹一丢它就回来了 因为它是很粗暴 它丢的就是核子弹 然后对日本韩国来讲的话 也是很大一种杀伤力 俄罗斯的观念 一直是那种很粗暴 你看它做了飞燕的飞弹 在天上一直给你飞 动力来讲 然后前一阵子又传出 它在太空之中要发展核子武器 然后把你卫星全部干掉 然后波塞中鱼雷 那都是大杀戏 一打就全世界毁掉 就直接粗暴 就直接又粗暴 那美国来讲的话 它们是比较讲细腻了 但是我相信来讲 不管怎么样 它总是一个新改进 那它改进在什么地方 它就是 我们一般飞机来讲的话 大概前面发现敌人攻击我的话 我可以发射这飞弹 可以往前面打 它可以往后面打 可以往后面打 因为它飞机很大 所以它的感知器它可以装在 可以向后来感知后面有没有追我的这种飞机飞弹 所以它的生存能力它就是很粗暴 就是我很大 我不怕你看到我 可是你要来打我的话 我们来讲我们来叫个高下 对不对 这个是我打到你还是你打到我很难讲 我们来比比看 那美军就说我躲起来 我不让你看到 大概这两个国家的建军理念是不太一样 所以它新改的M代表是什么 它的感知器比较多 它可以向后来做感知 它的这种诱导弹 热焰弹 还有电子战方面做这方面的加强 但是最主要的 我觉得它最大的强项 是它在飞的速度快到 美国现在大概没有飞机可以追上大 这种普丁特别挑 它还精致驾驶 就是说明了俄罗斯的自豪 它的嚇阻意味比较大 像我们现在来讲看得出来 它前一阵子不是把告辞飞弹 我们也讨论过 这个打出来让你看 它的这个萨尔玛车的导弹也给你看 那些都是大杀器 可是大概不会轻易使用 应该一使用的话 对北约的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可能就是 大概半死大概跑不掉 我想请你补充一下黄岩岛 黄岩岛我要讲一下 我觉得很有既视感 跟我们进门这件事情 你看 是不是 你刚刚讲的 我以为在讲金门 你说这两条军舰 对不对 它现在来的是海军舰 你说它飞的是那架 这个执酒飞机 现在它那条海军舰上面 我们刚刚有介绍 它那条2202后面那个甲板上面 停的也是执酒飞机 甚至前两天 它是直时的飞机出来 所以同样的规格是吧 对同样的 一模一样 对台对飞同样规格 同一套 然后菲律菲去抗议说 你怎么可以把那边围起来 让我船不能进去 避风浪大的话 我渔船不能进去 中国外部说对我真的是围起来了 但是很抱歉我不得已 那万一会不会是同样这种话 有一天他对我们金门 对我真的做这件事情 把你这个澎湖或什么地方收起来了 因为我不得已 我要保护我渔民的安全 我要保护我渔民的安全 会不会也讲类似这种话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 所以菲律宾这样做这样闹腾 就是给了他一个理由 我的不得已就是因为你这样做 那我们台湾现在是不是给人家一个理由 这件事情里面处理好 是不是跟菲律宾一样 所以我说会不会是黄烟岛模式 或仁爱交模式 会套用在金门这次的身上 你看会不会很多的情节都非常相似 你菲律宾一直去挑衅他 有没有这种感觉趁着金门的问题 菲律宾这样突然之间突袭 那会不会是美国在旁边说 你转一下帮台湾转一下注意力 分散一下火力 那现在中共就示范给你看 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岛礁封起来 我真的就封起来 抱歉因为我不得已 你今天一直在那边导弹 我就封给你看 我还真的就封了 所以下一步就是你仍爱交战闹 我就开始拖了吗 其实黄烟岛 双方来讲一直有默契 就是说中国来讲 一直是中国的势力范围 这个实权可以掌握到的 那以往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为了双方来讲 国际之间大家一个平衡 等于说你的渔民要来避风浪大 你进来这个藻礁里面 避风浪避台风来讲的话 大概双方也都不会有意见 那今天是菲律宾自己去挑衅的 你知道你没事去那里什么 你的东区的司令 去那岛上去办个把费 去搞个这个国旗 去直播啊对不对 有什么时间突然要去直播 带了一堆记者去 就跟我们现在进门一样 那本来是灰色地带 大家都不要讲话 大家都可以共同在那边捕鱼 或干什么大家都寸所搞 你今天你管病庭 非要去讲说那个是禁线件 对不对 就跟菲律宾现在一样 非要去说这黄烟岛是我们的国土 好那我现在就整个把你没收了 但硕实华这种事情我们都看得懂 聪明的民进党政府 跟菲律宾不会看不懂 所以现在都有一种怀疑 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可能就是希望你收回 就是希望把事情闹大 所以我往这个方向走 你说我给了你理由 我就是想给你个理由 我还生怕你不做 是不是这样 回答为中国市场 要推出两款新的AI晶片 目前正在提供测试 没有透露客户名称 然后还有韩国也很担心 因为韩国的三星 我们不是讨论过吗 他们的这个获利率崩了 八成还是九成 去年获利率暴跌 所以韩国最近都在讲这件事情 又看到我们的台积电到了日本 当物质集是从G1晶片 转向利润更高的 更先进的晶片 减少对大陆市场的依赖 它的晶片也真的撑不下去了吗 光电这个东西 大陆本来就是全世界 最大的光电模组生产的地方 那它价格也便宜 而且品质性能都不差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欧洲本来就没有办法 跟他竞争 这个是找 这也不是现在才知道 这十几年前就知道的事情了 那是这些厂商 大概一直期待 这些国家会给他们补助 所以在那边应称的 那我必须讲 每一个产业都有适合 跟不适合的地方 那欧洲本身就不适合 因为它的成本这么高 因为它的原料是从 它的很多原料还要从中国来 然后你的人工成本 比人家贵 然后你整个制造成本 比人家贵那么多的情况下 然后你要去跟中国产品竞争 你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呢 所以我觉得 这本来就不是欧洲 应该要去做的产业 其实趁早放弃反而比较好 就好像现在美国 一直想把半导地产业 拉回美国做 问题你做得起来吗 你生产出来的晶片 成本要多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积电 在美国现在 遇到层层阻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不是想当然耳的就是 哇你会做 所以我也要做 而且我一定要跟你竞争 这种商业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的成本比人家高那么多 你凭什么跟人家竞争 这个摆明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至于辉达这个新的晶片呢 其实他们已经改了好几次 因为之前也就是 因为要给中国大陆嘛 所以就按照美国法规规定 一定要降级 要把性能降下来 就降下来的时候 中国大陆说我不要 因为那个跟我 我如果要用你这个降级的晶片 我刚才用我自己的就好了 那所以辉达现在还在测试 他提供两个新的 去给这些厂商测试 但是呢 人家收不收还不一定 但华人鑫其实后面 还讲了一段大白话 他说他们这个去年 这个利润减少很多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市场 很多不能卖 是啊 就是实际上是美国的政策 造成辉达的利润降低 其实这是摆在眼前的事情 其实三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但是我觉得 他韩国时报这个社论 这个当务之急 我是觉得很奇怪 他说要把记忆体晶片转向 利润更高的先进晶片 对 先进晶片能造出来是不错 利润确实也比较高 可是先进晶片的数量没有那么大 需求量 对 你需求量没有那么高 那请问一下 你的主力是什么 你的主力还是成熟制成的晶片 那你成熟制成的晶片 你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获利 一方面当然因为美国法规的影响 没有办法对一些地方输出 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自己的 成熟晶片的产制能力也追上来了 所以造成你在市场上的萎缩 所以我觉得三星应该要去仔细想想 他的定位是不是要从音域改变 不是单纯先进制成不先进制成 而是他的整个晶片的布局都要去改变 他之前跟美国有求到美国给他宽限期 可是这宽限期还能够撑多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三星整个企业的布局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单纯只是转向先进晶片 你先进晶片的生产好像也没有台积电厉害 因为你的量率也没有台积电高 所以这个恐怕对三星来讲 都是很大的挑战跟困难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单纯只看某一面去考量 而是要整体去思索 其实韩国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它现在因为整个这次疫情过后 它整个GDP是往下掉 而且它是整体所有的产业全部都不好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韩国恐怕面临到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也就是它产业转型的时刻 你看韩国人最近这个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订阅点赞% 决定者 后睡眠 最usp insanlar的园重 有消息 您 soil pregunta 对